撞毁汉马 挡得住战车 全世界最安全的交通工具 不是中国高铁 也不是总统专车 而是美国校车 在美国 校车大过天 他们的理念是要像保护总统一样保护孩子的安全 另外美国的校车对于车身质量要求极为苛刻 所有的校车都是以装甲车的制造标准定制 质量高 造价昂贵 素有客车的设施 卡车的骨架 安全性是普通汽车的40余倍 除了车身黑黄交叉的涂装外 校车独有的stop警示排起到与交通信号灯相同的功能 车内附带卫星定位系统 全天候监控车辆行驶情况 并且靠近校车时 你会清晰看到校车周围布满柳丁 不管是撞车还是被撞 都要绝对保护校车的安全 邮箱经过特殊的加固处理 另外还加装防暴玻璃 车内座位上还装有防暴装置 安全带 并且每个座位上配备安全带切割器 能够很轻松的切断安全带 就是为了保证孩子在紧急情况下 可以及时逃生 就算突发情况发生事故 你也会发现 不需要报警 医疗人员和救护人员可能已经在来的路上 效率之快 难以想象 同时根据美国交通法来说 校车在道路上拥有绝对的路权 当校车停车接送孩子时 校车的两侧会有stop警示排展开 此时任何车辆 不论是警车 还是救援车 即使是总统的车队 都必须停在6米以外等待孩子上下车完毕 才可通行 若是出现违规情况 将会处罚1000美元 并吊销驾照一年 美国的校车之所以安全 是因为美国人认为 所有的汽车乃至工具都是服务人的 尊重人性 尊重生命 孩子的生命安全超过一切具有价值的财富 正是因为这种理念 才有美国校车无比伦比的硬件设施以及安全度